那你可以针对你这个新戏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简单介绍 到底这部戏讲的是些什么呢 这部戏呢非常有质感啊 我相信呢如果大家有看的话 绝对会在文艺气息上面大大提升 因为呢在台词上面还有很多的敬畏啊 还有所有的一切细节都是非常有气质的 那里面很多的台词都跟很多的很棒的文艺的词汇结合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可以感受到 在里面呢有浓厚的文艺的质感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呢多看 然后也给我一点指教 因为我在里面呢是花了很多心血 然后研究李泽轩这个人 然后进入这个角色 大概五晚上在华视十点钟的时候 就会播出了 请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那我们的鬼哥就是 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行程 可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除了新戏之外呢 接下来就开始要做第四张专辑的前制作业 开始在写歌收割然后创作 还有很多人的部分要去收集 然后再做更好的修正 那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来支持我的不同的作品 包括主持啊包括我的 当然就是今天啊 然后我等一下当一日店长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能够进来看看我 说到了一日店长的部分 你有针对我们这个HOLICA HOLICA这个品牌 可以为大家来做什么样的分享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以为就是好像产品 这些产品都是女生才会用得到的 其实并不难 所有男生呢在清洁上面啊保养上面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包括我可能年轻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 你年轻的时候现在也很年轻啊 好像长得现在年轻 对稍早之前可能二十几岁的时候 比较有错误的观念 就以为男生不会用到保养品 对 不会用到化妆品什么的 但其实越早接触 我相信呢对大家的皮革是越好的 当然 然后更不用说女生啊 我觉得保养非常的重要 是的 所以你今天特别的就是 我们HOLICAHOLICA来邀请你 担任我们的全品生活116店 开幕的一个一日店长的部分 待会呢 既然你当然当我们这个一日店长 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测验 我们一日店长也是要很专业的好不好 那在这个小小的测验前呢 我们先让现场的所有辛苦的 媒体记者大哥朋友们 来进行联绑的部分 那要联绑的话 现在就可以开始 可是这个 好来我们的品牌 对对对 经历要特别献夸 来我们进行合照一下好不好 让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可以合照 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